卧带哥小心 阿正 万灵秘阁为何会被诅咒之说所尽 司徒族长说 破灵镇治藏于万灵秘阁中 如今门锁被开 镇治却不见踪迹 难道镇治和猫灵诅咒之间 存在什么联系吗 你们说会不会有人先来一步 把破灵镇治取走了呀 门锁被打开 确实有这个可能 那他为什么要取走破灵镇治 我推测 祖住之说只不过是为了掩然耳目 而他所掩盖的秘密 定在破灵镇治之中有记载 若是这样 一定是有人将史料销毁 或者藏了起来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根本并没有什么破灵镇治 是司徒家的人在撒谎 也许是司徒组长勿听他人的谣言啊 什么听信谣言 我看司徒组长八成就是破红魔 那人戴着一张猫脸面具 神出鬼没 根本就没人见过他的真容 而且整个镇子也空落落的 见不到什么人感觉好诡异 近几日据我观察 司徒组长家一带住户牲手 镇上的居民 好像只与住宅附近的人挨往 极少四处走动 莫说是我 就连镇民之间也未必相互熟悉 这么多人都与室隔绝 太奇怪了 密阁中或许还有什么暗阁或者暗室 我们再仔细找找 好 这东西怎么会自己掉下来 不会真的有猫灵吧 我听人说 经常前往山山的猎户 能看见林中金怪 你们还别不信 说不定这里 真藏着一只猫药 奇怪 好难闻的泥臭味 刚才好像没有闻到吧 没有 你都得可小心 好 阿正 你们看水里有一只匣子 匣子 小心有诈 八大哥 这是什么呀 像是人的手骨和腿骨 这万灵密阁里果然藏着白骨残骸 我这小左太神了 神不神都不知道 反正啊是够吓人的 motivationa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